第2043集 万古紫霄 到时候你非得 你非得干嘛呀 许离寒阴森森的微笑起来 刺着牙 问楚阳 眼神很是危险 这会儿竟丝毫也不曾掩饰 看得出来啊 只要楚阳一句话说的不中听了 那迎接楚御座的 那板上钉钉的就是一顿暴揍 又或者是暴虐 蹂躏 眼瞅着自己将要被施暴的楚阳 刹那间就举起了免战牌来 他本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强大精神 举手说道 这到时候我非得 非得好好的敬一杯酒啊 咱非得一醉方休啊 谁让大家是兄弟呢 哪里会计较这些有的没的呢 是不是啊 默青武和紫贤情见了 都是根根的娇笑 绿色动人 雪漆仰脸看天 喃喃的骂道 这个没骨气的家伙啊 才早已忘记了自己面对大哥的时候 要远远比现在的楚阳还要更加没骨气 人嘛 对别人的要求呢 总是要比自己来得低的 一时间啊 这气氛融洽至极 雪雷涵哈哈大笑 转头对子贤情道 哈哈哈哈 啊 好啊 不管叫我什么吧 我都希望 你好好的活着 好好地练功 然后呢 好好的行走在这天地间 不管叫我什么 但你不管出了什么事情 都必须让我知道 还是那句话 就算是你将为我圣君的九弟以后的其他所有人的儿子 你都统统的宰了 我也替你兜着 紫霄天地的女儿吗 天生就是这么高贵的身份 就算是紫豪现在不在了 但只要东皇雪丽涵还在 他就依旧还那么高贵的 这点毋庸置疑 雪雷涵这句话 那说的是极为霸气 楚洋在一边连连点头 赞同的吹跑 好啊 雪大哥说的太对了 那紫大姐就是这么高贵啊 就算连东皇雪雷涵都不在了 但有我这么个老公在 就没人敢欺负 哪怕是你连圣君以及九弟以后 所有人不分彼此的 所有人的儿子全都宰了 老公也替你兜着 雪雷涵为之气节 你 什么叫连东皇也不在了 你小子在咒我死吗你 楚洋急忙陪笑 那个 我哄我老婆呢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你就别凑热热了 雪雷涵更加皱眉了 好小子 你敢说我凑热热 你是不是皮又痒了你 楚洋 这无情无义的苍天啊 你为什么要做得有情有义的我呢你 众人听了尽都是轰然大笑 一顿饭吃完 所有人都有些开怀 雪雷涵最终在紫邪情身上留下一丝神念 虽然平常时候不会感觉到什么 但只要是紫邪情遇到危险 雪雷涵就能在第一时间知道 并且会在第一时间赶过来 所有人都看出来 雪雷涵保护紫邪情的决心 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保护语 大家绝对相信 真要是万一有那么一天 圣君的儿子 不好彩的被紫邪情给杀了 那不管有理没理 雪雷涵绝对会发动盖天 与维博圣君展开决一死战 不死不休 这是紫邪仅存的血脉 雪雷涵绝对不会允许他出事 这件事终于告一段落之后 楚阳终于问起 另外一件他关心的事情 那我说 这去九中天大陆 要怎么回去呢 这件事情 毫无疑问 就只有雪雷涵最有发言权 因为在场中人 甚至整个九中天圈所有人里 也就是雪雷涵最有经验 你现在就想要去亡命湖了 雪雷涵测验看他 是 楚阳点头承认 其实很简单 到时候 你到东黄天 我给你开条通道就可以了 雪雷涵一脸轻松 当初啊 为了确保九节舰的事情 不至于泄密 我在九中天大陆的上空 设置了空间乱流 屏蔽外来强大势力进入的可能 若是不经过通道呢 恐怕会有损伤啊 紫蝎情瞪大了眼睛 原来当初将我几乎打回原形的空间乱流 居然就是你设置的 雪雷涵一脸尴尬 搓了搓手 是啊 是啊 这我哪里知道 你会这么鲁莽的就去了呢 再说呢 当初我也不知道你的身份啊 见谅 见谅啊 紫蝎情哼哼一声 心中 实际上却也没什么不高兴 因为就是因为那次虚弱 自己才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楚阳 看到了这个值得自己托付 终身的人 从这儿说啊 也算是因火得福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雪雷涵都可以算得上是自己的大媒人 丫头啊 好好保重吧 雪雷涵与雪妻终于告辞 在挨挨白雪之中 雪雷涵覆手而立 轻声说道 丫头 你父亲 在紫笑天 还在等你 紫蝎情咬着嘴唇 没有开口回应 只是缓缓点头 最后雪雷涵一声大笑 我好高兴啊 百万年来 我也终于再次感觉到开心的滋味了 楚雷涵啊 好好照顾我家丫头 我去 身子就那么腾空而起 眨眼间就已经到了百丈高空 雪雷大呼了一声 大哥 你怎么那么急干什么呀 等等我呀 身子一把 急追而去 眨眼之间 两人的身影 已经在高空消失 寂静的雪山上 雪雷涵的笑声 物质还在回荡 人 却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那 接下来 咱们要到哪儿去呢 去东黄天 还是回九重天呢 莫清武看着楚雷和紫邪情 显然 莫清武对于回九重天的想法 乐见其成 毕竟对于莫清武而言 除了大哥莫天机之外 所有亲人都在九重天 若是能够回去 那正可以解思乡之苦 紫邪情沉引了一下 沉声说道 楚雷 你陪清武回九重天看看吧 我想去紫邪天里面转转 楚雷文言沉默了片刻 我们先陪你过去 莫清武也担心的点点头 以紫邪情现在的精神状态 倘若是去了紫邪天 万一受到什么刺激 出什么事情 在那遍地都是天魔的地方 那实在是不堪设想 紫邪情摇摇头 郑重地说道 我想要自己一个人去 我说要陪你去吗 不是不放心你 而是对紫邪天这边地方 真的是充满了好奇了 再说了 那里可是我岳父大人 战斗过的地方 怎么着也是要去看看的 紫邪情勉强笑了笑 还有啊 你可能还不知道 我得到了紫邪大帝的传承呢 在九重天大陆时候 上三天的时候 他慢慢的说道 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还是他的继承者 或者说一波传人 所以我比你更有理由 去紫邪天去看看 紫邪情浑身剧烈的一阵 就江湖规矩而言 既成人 又或者是一波传人的意义 那是非同小可的 但就亲近紫豪的程度而言 楚阳这个一波传人 只怕还要在紫邪情 那个女儿之上 师门传承 历来有传子传习 不传女的说法 因为女儿以后 始终会变成外星人 此说法 虽然颇为不尽人情 却是真实存在 楚阳特意点出这点 就是在跟紫邪情说 我去呢 不仅仅是保护你 我有我的理由 而且很充足 楚阳很明白 紫邪情的脾气 要这妞铁了心 非要自己去 那么偷偷走了 还真就没处找去 紫邪情旋风般的转过身来 目光闪烁的看着楚阳 猛的踏前一步 你是说 你得到了我 我 紫霄天地的传承 他从出生以来 爹娘这两个字 就从来没有在他口中出现过 现在 先有陈流云在前 又有东皇帝君雪泪寒在后 双双证实了他的身份来历 紫邪情心中 虽然早已对此深信不疑 而且他也能感觉到那种冥冥中的感应 认定自己的确就是紫霄天地 紫豪和林飘平的女儿 但是他用了好几次劲 可就是那简简单单的 我爹这两个字 始终上还没能够说出口来 真的 楚阳轻声说道 我现在的九节空间 其实 就是融合了你爹 遗留下的紫霄塔进化而成 而紫霄天地 当初还留下无数的紫经宝藏 包括 圣经 甚至神经 紫霄情交去一阵颤抖 迫不及待地说道 给我看看 楚阳叹息一声 将紫霄情引入了九节空间之中 同时对墨清武使了个眼色 墨清武也随后跟了进去 紫霄姐姐等等我 我也要进去看看 两女同时进入了九节空间 楚阳默默地叹了口气 现在 竟是默然地感觉到自己 天上的责任 突如其来的 又增加了一倍 奋战天魔 再也不是纯粹地为了天阙 为了大陆 现在还要加上 私仇加恨 下一刻 楚阳很是出乎意外地 感觉到来自九节空间的 莫名的震动 那是一种 连灵魂都几乎完全摧毁的 剧烈震动 楚阳大吃一惊 一时间完全不知道 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 尤其是一小的两女 现在正在其中 危机莫测 急忙闪身进入到九节空间之中 一进去一眼 看到眼前的状况 她也是大吃一惊 完全的目瞪口呆 不知所措 只见 那座已经与药王宫 九节空间 三者完全融合为一体的紫霄塔 本该已经完全不复存在的紫霄塔 在这一刻 居然再度分离出来 在九节空间内 滴溜溜的转动着 显然正是紫霄塔的分离 造成了刚才的剧烈震动 其实想想也是啊 紫霄塔 就等于是现在九节空间 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那份额还占的相当不小的 这会儿贸然分离出来 九节空间怎么可能不发生变化呢 滴溜溜旋转的紫霄塔 旋转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整个体积也变得越来越大 慢慢的就变成一座顶天立地的宝塔 塔身上散发着万道紫光 宝塔尖上 一颗雄伟的大印 缓缓地旋转 那大印散发的紫色蚝光 照射到哪儿 哪儿就出现四个大字 万 古 紫 硝 第2043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继续启 0 0 2 4 4 5 感谢观看